杨老师,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我忙着带同学坐相 看来这是你们中老年人的生活呀 我最近在忙着跟我们的小姐妹吃饭 然后呢,大家聊着聊着 就无可避免地聊到了各自的工作 然后呢,聊到工作呢 就又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各自的老板 各自的manager 你也知道就是聊到这个话题 大家都在吐槽自己的老板 说,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老板很好很好 对我非常非常nice 我每天呢,是去上班的 然后有人就说,哎,我最近过得有点沉重 老板呢,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处处针对我 我每天带着上坟一样的心情去上班 所以说职场是一个小的生存环境 然后决定你每天上班这个心情的 我觉得老板很重要 那杨老师能跟我分享一下 根据您的职场经验 您觉得这个manager大概有多少种呢 然后我们各自摊上的会是哪一种 如果摊上的话,应该怎么样跟他们和平相处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其实我们任何人呢,在职场都逃不了 我们都会有manager 不管你在职场在什么level上面 是吧,都会有manager 所以说这个,呃,那manager 你想想manager他决定了你的 在这个公司的一个好的环境 一个小的环境嘛 如果你跟你的manager比较match 你们在same chemistry下面 那你可能就像你刚才 你们小伙伴说,哦,每天高高兴气的上班 是不是,然后很快乐 然后又又挣了工资 又有收获又成长 还有一种就是那跟manager如果不match呢 确实确实蛮痛苦的 因为manager就是你头上的巴掌大的那么一块天 他决定了你在这个公司的这个 呃,你的命运 所以说,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嗯,我觉得也是啊 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做 关大一级压死人啊,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你像我在职场啦 在IT职场这么多年 我经历过各种的manager都有 那有的manager就是我的role model 那有的manager也会让我不太舒服是吧 那基本上你看看现在的这个manager有那么几种吧 我们大概,其实你可以把manager细分中很多种 但基本上我们所面临的manager 有的manager真是很棒,对吧 他这个敢于承担,然后呢,有很重的这种skills 然后呢,他尊重你是不是,然后他为你创造了一个 在公司给你创造一个提升的环境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组里面呢,你也有了这个未来 创建了你的未来,因为你build的是你的muscle,是吧 这样他让你成长给你机会,然后你有你的未来 那还有一种manager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谈到的 就是,哎,反正是一个neutral的一个manager 在这里面他只是非常行政式的,是吧 按照他的model来进行管理 然后呢,他以这个,他的这个任为导向 是吧,把任务交付给你,你只要完成 他不太会考虑你未来的发展 这是一种manager,就是非常所谓的,非常的neutral 非常的,可能对你很nice 但是他也不会在你身上呢,投入更多的精力 然后他不,他也不太会从,考虑你的未来 那么还有一种manager,可能我们大家都不会喜欢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micro management 是吧,这种micro manager,就微管理啊 他是一种model 他这个,这种方式,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 这种微管理这种方式的 因为在一个职场里面,他这种微管理 实际上他把你捆绑起来了,是吧 他抹杀了你的所有的创造性 然后呢,他的这个密切的关注着 监视着你,然后按着他的这个节奏 按照他的这种model往前走,是吧 那么说没有人会喜欢这种model 所以说在我们职场里面 那这种情况都有可能遇到的 一般的micro management,一般的啊 都是就是first line啊,这种就是基层的manager,是吧 而且由于他这种model,一般都是他的这个 要么他是新的manager,要么就是他的一种style 造成一般的他不会有太大的提升空间 一般的micro management 所以说那个一般当你的在职场往上走的时候 特别是你做IT的时候,是吧 做IT,那么说你所面临的这种micro management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做IT就是要创造嘛,创造性 你看那个在我们在,比如西海岸在硅谷,是不是 那群那个棚头垢面的程序员们是吧 他们最忌讳的就是这种micro management 这种model,因为他把你的创造性全部把杀掉了 而且他built的一个非常tough 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工作环境 这是一定要避免的 所以说这个你就看到 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这种model 但是这个在职场里面就像这个漫漫长路起伏不由人 你碰到什么样的manager 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是不是 你可以让有的同学们 哎呀我去,我离开了,我跳了 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吧 逃避不是说不应该逃避,可以逃避 但是至少在很长,在某些情况下逃避不是最佳的一种model 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说 请讲 我正在想,既然manager有这么多形式 这么多不同的个人的style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跟他们 处理好这个关系,把自己的生态环境弄得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啊,我们大多,你看Express的大多数的manager 我觉得是一种适中的manager 他只是在,其实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job,是不是 他能在这个工作的环境下 他能给你,能非常平等的,能尊重你,是不是 能听取你的意见,然后来支持你 让你来交付你的performance,是吧 或者是客观公正的来评价你的performance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manager就很好了 那么说大多数人,我觉得deal with这样的manager 那就是做好你的工作,是不是 然后呢,知道manager他的expectation是什么 然后跟manager on the same page,去支持他 是吧,这是一种model 那么说双方能在一个非常融洽的环境中 一块工作就好 特别是在北美,是吧 然后那个,基本上大家都比较专业 这是一大类的manager,是吧 那么说还有我刚才强调的那种强调的 delay manager,那种敢于担当的 是吧,真正的敢于担当的 他愿意在你头上撑起一把伞 他一个是让你在这个企业里面 让你在企业里面得到这个 你的最大的收获 还有一个他考虑到你的未来 是吧,帮助你给你更多的机会 让你build muscle 那这种manager是你的幸运 我觉得啊,这种manager有可能是dominant 就是很强硬,是不是 因为他只有强硬他才能担当 他才能把这个整个的团队 凝聚在一起,是不是 来共同的交付 但是呢,跟这种manager确实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身上有一种魅力,是吧 一种粘合力,一种领导力 他能把整个团队粘合在一起 然后达到共同的目标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manager 其实在你的一生中啊 在你的职业生达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manager的 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会有很多这种manager 作为中间力量来组成这个企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生产力的 了解吧,这是一种manager 那么说对于那种micro management 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我刚才强调 他捆绑了你,他限制你的发展 而且他非常狭隘 一般的micro manager都非常狭隘 然后一般的他这种管理的模式是由于他的狭隘 是由于他的本身的能力所限制 是吧,他的精力阅历 能力见识所限制他 他才会这样做 所以对于这样的manager 我们我觉得啊 就像在职场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遇到 是吧,好的manager是你正面的榜样 那么说一个不好的manager 他也是你的一个例子 会让你是一个license learn的一个例子 是吧,你不会从导去覆辙 这个也是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positive的 一种ettitude来对待他 是吧,当你能处理好 能deal with这样的一个micro management 这样一个manager 那你对你是一个 另外一种成长,对不对 对你在未来的职业发展 包括你的职位的提升 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他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这种micro management 有时候是被micro management 我们也要从自身的角度啊 就是,其实作为manager 他一般的一个成熟的manager 他是不愿意micro management的 了解吧,首先他要投入大量的efforts 然后他失去了核心 要点,是不是? 所以说他一般不愿这样做 但是有的,有的这种所谓的micro management的导致是由于我们本身自己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 非常的professional 我们是不是足够的能胜任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的交付能符合我们manager的这种 perspective,是吧? 这个情况下我们要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足够的强大 足够的,我们有足够好的performance 能够满足我们manager的expectation 其实有很多啊 有很多,有的一部分manager 是由于我们自身 比如应届生,财比业 等等缺少职场阅历 或者是技术能力不够强 导致的这种 这种那个被 这种micro management 那这个对,我觉得manager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对个人来说,当然不是 不是会一个,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赏心悦目的一个经历了 我们,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种非常 向上的正面的一种心态 去deal with 他,其实你deal 越是艰艰苦的艰辛的一个 工作的环境,其实 越能让你尽快的,是吧? 有见识的成长 所以说对你的未来绝对是有好处的 对,特别是 就比如我们的小伙伴 是吧?因为才走向社会 你们很可能碰到的manager 都是有可能啊,是被 这个micro management 因为你们缺少的是社会阅历嘛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情况下不能一昧的去抱怨 manager,micro management 让我很别扭,是,他把你捆绑起来了 但有的是因为你必须得捆绑 是吧?这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再说一下一个好的manager 是control,而不是manager 这个,这个,而且这个 在比如一个越来越高 level的manager 越是要担当 是吧?要尊重 然后呢,要有这种 战略性的眼光和思维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当你们 职位啊,职场走向越来越高 越来越资深的时候 你们将越来越远离那些所谓的 这种micro management style 的manager,这是我能看到的 所以说,祝愿大家在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这个 职业啊,生涯里面 越做越好 是吧?得到越快,越高的成长 好,那我们这期就这样 然后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们 积极留言,关注我们的 这个YouTube的channel 还可以写信,发给我们的email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